现在内娱特火的浪姐哪有剧本 浪姐四三宫选歌环节姐姐们上演100米冲刺 那个速度胜比刘翔 刘亚瑟的影后可以改为跑后 为了冲刺还特意同猪猪换了鞋 为了抢到喜欢的曲目跑起来可是带风 胜比风火轮雅 浪姐四三宫明显刘亦云人员配置强大 赢下本期也在情米 等期比赛分为三轮 前两轮为团队赛 由队长派出队员出战 第三轮是队长和作秀 总分最高的联盟安全 剩下的姐姐按1000位观众投票人气排名淘汰 第一轮 陈家画祖山河图819分胜出 第二轮 刘亦云祖归图有封857分胜出 一二轮总分 刘亦云1649排第一 第三轮 三大队长河作秀将军刘亦云341胜出 三轮总分 刘亦云队获胜 全员安全晋级 小美晋级为成风创始人 孙岳作为内地第一代唱跳女歌手 拥有丰富的代表作和昔日人气 本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大姐大人选 她也确实得到了节目组的力捧 在初见面时全场为她合唱经典名曲 彰显她在乐坛的地位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孙岳最终在浪姐4的舞台上翻船了 明明有着硬实力和人气基础 却最终未能达到大众和节目组的期待 这也让不少观众感到惊讶与遗憾 浪姐4给予的机会 孙岳未能完全把握 一方面她本身的短板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也难逃人们对大姐大过高的期待 这让她在节目中显得力不从心 最终走上了翻船的道路 而这个结果也让许多观众意外 孙岳参加浪姐4居然是一件赔本的买卖 要成为像浪姐这样的大型综艺节目的大姐大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足够的人气与实力 过硬的业务能力 讲大的个人美丽 而这几点上 孙岳都差强人意 和宁静 那迎这些真正的大姐大相比 孙岳的知名度与人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唱跳实力和表演功底方面 她也不及另两位 更重要的是 孙岳在个人魅力和气场上比较欠缺 性格比较软 难以发挥组织整体的能力 这也是她最终无法成为 对中真正的领导者的原因之一 孙岳更像是一个邻家的大姐姐 给人的印象比较亲和随和 而要成为像浪姐这样的节目的核心竞争力 个人魅力是关键 孙岳性格上的亲和 反而让她难以展现出足够强势的一面 这在选手众多的情况下 也让她的存在感相对薄弱 气场上的不足 使得她很难让其他人心甘情愿跟随与提携 这也是她一直游离在各队之间的原因 孙岳性格直来直去 但也比较在意他人的评价 这让她在节目中时而表现的矛盾 这一点在小考环节尤为明显 孙岳明显天坦陈一涵 采访中也表示陈一涵的努力让大家留下了她 但在之前 孙岳又表示为了整首歌的呈现 谁优秀谁在前面 这两次截然相反的发言 让许多观众感到迷惑 也大打折扣对孙岳的好感度 这也再次证明 孙岳在综艺节目中还需提高自己的表情管理与发言技巧 她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又不够圆滑 这让人觉得她有点像邻居阿姨 性格直来直去 又跟不太上节目的节奏 而这也正是大部分观众对她的印象 亲切但有点跟不上时代的凡人 总的来说 这次在浪解4的舞台之旅 对孙岳来说是一次充满荆棘的经历 她本来可以凭借自己的人气与实力 成为节目中的大姐大 但却因为各种原因难以达到大众与节目组的预期 最终人设始终立不住脚 只能算是这场传难中的遗憾者 你们对孙岳在节目中的表现和印象如何 她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她又该如何提高自己 才能在类似的综艺节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些问题留给观众思考与讨论 孙岳这次的帆船之旅 也给其他艺人提高了警醒 要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 任何一个细节都需要慎之又慎 这次的帆船之旅